有一款车从诞生之处就特别的低调内敛 而正是由于它的这种低调内敛 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欢迎 而如今时间来到了2012年 它不再低调不再内敛 开始玩起了运动化个性化 没错就是全新的奥迪A6L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道理视频 我是贤章 在我身边就是全新的奥迪A6L车型 如果把镜头拉远一点 你们可以看到整个前脸 好像和上一代的设计和老款的设计 没有太大的区别 其实你往视节来看的话 还是有很多设计上的小亮点 首先整个中网 依旧是大家熟悉的六边级的一个镀隔中网 但是内部原本这种很普条 完全很普条的一个镀隔中网 现在变成这种断点式的一个设置 那么使得整张前脸看起来更加的精致 更加的富有档次感 然后前包围的两侧 可以看到它在导流槽的两侧 设计了这种C字型的一个饰板 使得整张前脸更加的年轻 那么也让它的商务风格更加的远去 作为小改款的车型 整个A6L的车身侧面 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那么我们实派的这台 是S-Line的车型 所以整个车身姿态 依旧是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修强 平直的线条 也凸显出它非常浓郁的商务气质 因为这是一台黑色的车 所以看起来会更加的商务 如果换上其他亮丽的颜色 我相信年轻人也可以驾驭 奥迪A6L的车尾 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整体的造型和老款车型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登场出品的尾灯 也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整个车尾给人的感觉 依旧是非常的高雅 非常的精致 如果我不说这是一台全新的奥迪A6L 光看这样的一个内饰氛围 你们会觉得它是不是 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确实它就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整体的造型 无论是A6L A4L或者是A8L 再或者是Q5Q3Q7等等车型 依旧是沿用了奥迪的 非常经典的一个内饰的设计 其实我还是挺希望能够看到 奥迪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内饰风格 因为毕竟 看看它的对手 宝马的武器 奔驰的一击 内饰已经改了好几轮了 但是奥迪A6L确实 一直是这个味道 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 全体一表虚拟座舱 中控台的两块屏 中间是奥迪的MMI的一个操作系统 下面是空调的一些快捷控制按键 它已经非常熟悉了 空调出风格的样式都OK的 然后用料的话 因为这是一台奥迪A6L 所以该软的都是软的 该有这种碳纤维纹路的饰板都有 方向盘也是家族式的一个三幅式的运动方向盘 还是比较年轻的 还带上了换脑波片 那么在副驾驶的前方贯穿式的一个高亮黑饰板 上面有一个银色的奥迪的标 那么如果是奥迪的高性能车 应该一般是Quartra的一个标 然后整个中央通道 大家也已经非常熟悉了 做的比较宽大 其实看起来的话会比奥迪A4L更加的有气势 然后整个你看这上面的纹路饰板 都是采用了这种菱形格纹的一个 类似金属的一个饰板 所以给人的视觉感受以及触感都是非常不错的 家族式的一个电子挡办 大家非常熟悉了 最大的不同 来了 这个座椅 采用了Akutara和皮革的一个拼接座椅 那么这种座椅一般都是出现在年轻化运动化的车型上 如今A6L也给你用上了这种座椅 其实整体的感觉会让你感觉这台是确实蛮年轻的 而且你看在副驾驶的头枕上面还装了一个原装的这种 类似于这种海绵填充的软软的一个头枕 靠上去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个也不确定会不会是塞斯店自己家的 反正我这边是没有 然后整个座椅填充也是比较柔软的 而且它对整个人的上半身的包裹感做的非常的不错 你看两边这个护椅对于腰腹的两侧的包管 做得非常不错 那么这是一台45TFSR 所以我觉得它是想给驾驶者营造出一种比较年轻 比较运动化的一个车厢的整体氛围 所以用了这些配置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因为毕竟奥迪A6现在也是有很多年轻人在关注的 这可是一台奥迪的A6L 所以整个后排的空间大家无需去担心 腿部空间够 头部空间也够 而且这是一台45TFSR的高配车型 所以有分段式的一个全景天窗 后面也有独立的一个空调控制区 还提供了两个TPC接口和一个电源接口 整个后排的常规配置都是非常OK的 当然后排中央的这个大凸起 我就不说了 确实非常的高 后排这三个人的话就适合小朋友了 要不然你看老张这腿 如果放在这个上面 怪怪 这个凸起来 是不是 然后后排的座椅 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是用了AQOTARA的一个 和皮革的一个拼接座椅 整体摸上去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也有一定的年轻的一个风格 OK 中央扶手 下来 前方有一个橱格 内部都是用了植绒的布去包裹 然后前方有两个杯架 主尼感也是非常的不错 后面还有一个橱塘 里面都用植绒去包裹 还有就是整个后排的座椅 我觉得 整体的乘坐感受要比前排更加的舒适 它会给到你一种陷入感 所以你整个人是陷入在这张座椅里面 整体的包裹的氛围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左右的两张座椅 它在坐垫这个地方 也做了一点向外的凸起 所以对于我大腿的乘坐 也是非常的到位的 而且最最重要的就是 奥迪A6L这台车 它整车的NVH 坐得真的非常的舒服 就像我刚刚把车门关上去的一身之间 我感觉我来到了一个室外桃源 隔绝了大腿里面嘈杂的声音 所以这一点还是要点个赞 作为一台奥迪A6L 整个尾箱内部的空间也是非常的规整 而且近身非常深 毕竟这是一台A6L 后摆座椅虽然不支持放倒 但是整个后面上的空间 我觉得对于购买它的用户 已经非常够了 两侧都是用了植绒布去包裹 高级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左侧还给你贴心的准备了一个网兜 会冻得零零碎碎的小东西 往里面去放就可以了 到了 45TFSI价格到了 电动尾门一定会有 全新的奥迪A6L车侠 依旧提供40,45和55的 三种动力功效位者选择 那我们实拍的这一台 是尾标45TFSI 也就是2.0T的高功率版本 那么这台发动机 它的最大功率达到了245马力 峰值扭矩的370牛米 这台是没有quatcha的 当然45的版本 也是有提供quatcha四驱版本的车型 所以你们更喜欢哪个种动力呢 随着两位对手 宝马5系以及奔驰的一级 越来越年轻化 越来越科技化 奥迪A6L也在顺益时代 做出一些改变 虽然这一次的小改变 只是前年更加的运动化 更加的年轻化 但是我想想 在未来 它一定会更加的时尚 更加的fashion 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 非常的期待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和我一起讨论 最后感谢一下 永达澳城中华奥迪CSA 提供的拍摄车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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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感谢观看